星期 星期 一朗星期 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從 每日靈良開始 早安我們今天要讀《立在之下》的第34、35章 好我今天看了這個 它主要者講的王是約西亞王 好34、35剛好都在講約西亞王 事實上真的看了讓人家很開心 好,真的 哇,好棒 我們來看34章 我今天要先看34章的第二節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盼他主大衛所行的不偏左右 第三節 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 就尋求他主大衛的神 到了十二年才竭盡猶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毯、木偶、雕刻的像和鑄造的像 我先提到第二節他在講到 他真的是一個行他的主大衛的事 好,而且呢 不偏左右 很棒好,不偏左右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好,沒有偏禮很單一的來做 然後呢 他做王第八年第三節講 他做王第八年等於是他第十六歲的時候 十六歲的時候 然後呢 到十二年呢 所以就是他怎麼樣 他二十歲 他二十歲的時候開始來做這個 好,開始來做 他並不是一開始做全面的改革 他一點一點的做 哇,真的不容易 可是事實上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你看 真的過去太誇張了 他們秋毯、木偶、雕刻的像、鑄造的像 這麼多 等於這麼多年 而且我今天看到的是更後面 就是三十五章的十三節 三十五章的十三節 他就說到說 他們按著常例用十八節 好,是十八節 他說自從先知撒末以來 在以色列中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 以色列諸王也沒有守過 從來沒有過 這麼久了沒有過 好,所以這個 約西亞真的很棒 他真的幫助整個的以色列 可以重新跟神一個對齊 從來沒有這樣過 這麼久了 我覺得在這一次過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好好的捷徑你的家 捷徑你的家 預備你的家 好,不只大掃除 你臨裡面 你們有沒有整個家人來大掃除一次 重新跟神對齊 好,真的鼓勵你可以這樣做 不只在家裡外的大掃除 你的家人的心靈 也做一個大掃除 完全的接近 好嗎? 願神祝福你們 Amen 在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